我中央防疫政策沒有說不行 所以這張罰單無法生效 大腦是個好東西 所以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 既然大腦是個好東西 我們就尊重相關部會的說法 陳吉仲他是個好官員 換了行政院長他可能還會留著 所以他說了算 既然他告訴大家 雲林縣政府現在這個政策 禁用廚餘是愚蠢沒有必要的 雲林縣的華保局跟大家說 這個廚餘就算連續斟煮60分鐘 而且是90度以上就是主廢 也沒有辦法保證那個病毒就消失 所以吃廚餘是有可能造成 非洲豬瘟傳到台灣的豬上面 大家都理解這一部分 所以會怕 所以我就不吃廚餘 我就要吃飼料 只有雲林這樣做 農委會說沒有關係 不是我 是雲林的豬 對 我比這個好 陳吉仲 你不用交罰單 因為他顯然就他認為 雲林縣政府這個舉措 完全沒有必要 很簡單 就請陳吉仲大助理跟大家保證 就是按照我陳吉仲講的說了算 他可以保證台灣不會有豬瘟 或者是出了豬瘟 他負責 我不知道怎麼負責 就OK 就這麼簡單 一句話而已 台灣的廚餘養豬是必須真主的 可是誰能保證都有真主 這是最大的問題 常常有人就會講說 其實也沒有豬 豬一個而已 我沒有養過豬 我只是問過這些養豬的豬 他們會講說其實 我所問的 有的人講說 有的你看差不多 哪有可能都過的 就是說他不一定會按照你的標準去做 而且按照標準是不是就沒問題 顯然陳吉仲主委認為 你只要有真主就沒有問題 沒真主 如果你不把它拿去餵豬 放在那邊 沒真主吃了反而有問題 所以你也認為吃會有問題 你也認為吃可能會有問題 你怎麼能夠去設定 這個過程當中 不會有任何環節 他的真主的標準 沒有達到你所要求的 總之 人們會覺得說 反正我的政治才是對的 你照我做了就好了 所以現在反而雲林線 看起來是有點多事 你不會假假假 你自己在那邊跟大家講說 禁用出語 完全沒必要 反而影響台灣的 現在目前的養豬狀況 那就聽陳吉仲的 那就聽他的 但是如果一旦發生任何問題的時候 有他來保證 這也是你的看法嗎 因為我的看法是因為 你說他完全指正 他完全要負責就是 因為大腦這個好東西 如果我們現在的看法 跟農委會不一樣 他又會發個PO文 怎麼可以有跟我們不一樣的看法 因為我們才是專業的 所以今天陳吉仲主委 他很確定的告訴你 真主沒問題 所以不需要就是到現在 你怎麼曉得 陳吉仲的大腦比張立正的大腦 但是問題 他現在是農委會主委 他現在是農委會主委 官大學問大 現在他是主管機關 所以主管機關很簡單 主管機關定出你的標準 而且展現你的信心 最後有問題就找你就好了 可是我們雲林線 想要自救 他也不讓他自救 這會不會太誇張 這一點我跟委員的看法 也不一樣 如果我們不去細舊 到底哪一個地方 跟中央在打對談 就是說意見不一樣 我們絕對不會想到是雲林 因為雲林是窮縣你知道嗎 全國最窮的三個縣 彰化雲林都算在 跟嘉義縣都搞在裡 現在奇怪了 現在如果我們說 就出於這件事情來講 是中央比較寬鬆 地方比較嚴格 這個很奇怪 如果你不曉得這個來龍去脈 你會覺得說中央比較嚴格 地方比較寬鬆 因為地方比較窮 而且張立善跟農業產業的 比較有互動的背景 也不會比其中差到哪裡 所以他應該反映的是一個 要節省成本的一個看法 怎麼現在倒過來 怎麼是中央重關 還是雲林線的核心經濟利益 我一直很奇怪 就是說這幾個禮拜以來 為什麼張立善這麼堅持 而且不惜抬高成本 不惜雲林的人抱怨 或是不惜出於 擺在雲林 影響雲林的環境衛生 為什麼這個女縣長這麼厲害 而且跟中央 比中央還嚴格 我一直想不通 你現在想通 我還是想不通 你不是說就是性格的問題嗎 就每一個人 侯友宜就是侯友宜 張立善就是張立善 這一點我認為不完全是性格 所以我就想到憲法 憲法好像有一張 就好像中央與地方事務的分隔 好像有這麼一張 有寫到養豬嗎 我小時候念到這一張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那一張是白寫的 但是說屬於全國事務者而中央 屬於地方事務者 屬於地方 我那時候我一看 我說這不是白寫嗎 好 那現在請問你 因為這個桃園用的處於是 台北市 雙北過來的 而這個雲林 也是別的地方過來的 屏東 是高雄過去的 因為大多會的地方 處於的產量比較多 這個是跨線是運過去的 這是不是屬於全國事務 好像是 這樣的話是不是地方 要聽中央的 我覺得也不一定 所以我認為到目前走到這樣 我倒是覺得如果我是陳其中 說我現在根據我專業的判斷 全國到目前為止 就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雲林地方認為 我這個不夠嚴格 他要嚴格 你們就照你們的 繼續做 我不推翻你 我不否定你 你要該罰你就罰 因為罰的話 被罵這是雲林政府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別的地方 雲林以外的地方冒出豬瘟的話 那請去中 他現在可能就是怕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央地方 有這個不一樣的看法的時候 到底連這個事情 都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這個再度證明這個政府無能 我告訴你 這幾天前我在友台 我旁邊就是坐著民進黨的委員 當討論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把廚餘跟垃圾一起講 就是說到底要不要養豬 以零為貨 豬有多張 豬的每天的排併量是人的幾倍 講了一大堆 然後用豬瘟會省多少 不用豬瘟會省 講了一大堆 我覺得你又不是在寫論文 你講的這些事情我們都知道 你現在做了民意代表也好 做了官員也好 你就要做一個決定 因為任何決定都有人得以 有人受害 現在問題發生了 你就決定要還是不要 如果受害的人很嚴重 你就補貼 如果這個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做的話 我覺得整體來講 從大的角度來看 是有益的事情就應該做 雜音一定有 你一個有為有能的政府 就是有辦法 讓那些有雜音的人服氣 然後聲音消下去 不是應該這個樣子嗎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我認為除於 張立善覺得說這個溫度不夠 這個是有問題的話 陳其中把他否決掉了 陳其中是憑什麼把他否決掉了 這我覺得我們甚至是很詫異 中央比地方寬鬆 這個到底是為什麼 以前沒聽過對不對 而且這個政府一直宣傳說 我們的養豬產值2000多億 萬一萬一萬一 中了非洲豬瘟的話 大家都倒楣 總統還拿出一個滷肉飯的照片 告訴大家說萬一萬一 台灣成為非洲豬瘟的疫區的話 大家連滷肉飯都沒得吃 這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面對這麼嚴重的事情 結果卻用這麼寬鬆的做法 而且農委會還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不是不禁用除魚養豬 但是萬一得到非洲豬瘟 任何一隻豬得到 我們馬上就禁用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政策 表示我有能力可以馬上就禁用 但是我那個時間點 我要等到有一隻豬得到豬瘟 我才要禁用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施政邏輯 其實我覺得剛才大佬講說 為什麼這個 這一個張立善宣布的這個 好像聽起來地方比中央嚴格 我回想過去這兩年蔡政府的施政 像當年有說要進口 本來一度要進口這個 美國豬 美國牛對不對 中央本來說要進口 或者說要進口日本的核宅食品 其實當時我們在地方議會 我們都是變成要修改地方自治法 要讓他禁止到地方來 所以這其實感覺起來 那也有點像那個現象 好大佬 就是說我們地方是禁止的 你即使到時候中央要 進口美國豬 美國牛 可是問題層次有點不一樣 美豬進口 對 美豬進口 有國安外交的議題在裡面 那跟豬瘟不太一樣 沒有錯 那是有牽到那個層面 但是也是可以些微的去突現出 地方 有些地方 因為地方自治這個武器 這個最後一道防線我們也可以做 那雲林縣政府最近他 根據這個廢棄物清理法 他改變了實行細則 他讓廚宇不能夠去餵豬 我想這一兩個禮拜來 各個地方開始發現 有什麼使豬的漂流或漂移 我想張立善這個新的縣長 他很簡單 他不希望一旦有真的 非洲豬瘟在台灣真的發現了 或者在雲林發現了 來不及了 雲林畢竟也是個養豬大縣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一直講防疫如同作戰 我倒覺得張立善比較像 他的防疫相在作戰 我倒覺得陳吉壯不大像在作戰 難道你一定要發現了 他像在扯後腿 他就不認同這種做法 是不是扯後腿 我不敢這樣講 但是他一定要讓台灣本土 有一支真正的非洲豬瘟發聲了 他才去檢討說要該怎麼做 那你既然叫作作戰 那本來大家就說 禁止餵廚餘 這應該是現在我們能夠做一個方法 當然除了說我們每個機場或哪裡 我們去不讓人家帶豬的食品進來 那既然廚餘是正一個 現在大家是focus的點 那張立善縣長他說 你不管生的或煮熟的 我就全部不讓你餵 這不就是一個更嚴格的一個標準嗎 那也是至早可以讓人民覺得說 至少我們杜絕的這個方法 不要說等到真的來了一頭 真正本土的非洲豬瘟 那怎麼辦 那你就完全抓不到 所以你陳吉壯今天這樣講說 他認為 他不承認這張罰單的意義 也就是等於是 他否定了雲林縣政府做了這個政策 跟他的一個做法 那萬一 好 那一個禮拜後 雲林縣發現了一支非洲豬瘟 非洲豬瘟 那怎麼辦 那到底這個賬要算在誰的頭上